欢迎来到音乐VIP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一位 当当 没有办法控制这位嘉宾了 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张一新 今天的客座DJ 今天是带着新专辑来的 新专辑叫做 梦不落雨林 Namanana Namanana 我一直在觉得好像 来路上一直听 是不是在叫我的名字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叫塞娜 然后大家都比较亲近的人 会叫我Nana 然后就叫Nanana 对对对 开玩笑 有缘分 我看到你的介绍说 这是一个魔法具有魔力的能量口号 对对对 希望这个可以成为 就是大家在开心的时候 也能够Namanana Namanana它其实是带月雅的一种情境 就比方说现在我很高兴 然后不知道这种非常高兴 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 那我就会用到 Namanana 开心 它是来源于 Hakunama Tata 对对对 狮子王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有句话叫Hakunama Tata 的意思就是说 拔开所有的烦恼 然后我就想说 那有没有办法创造一种 没有的语言 但是说的意思表达的意思 也还是跟他们差不多 大相 差不多 所以这句词是 你完全就凭空 蹦 对 想起来了 对 然后每一次念到它的时候 会带给你快乐的感觉 对 他在唱这首歌 其实在这首歌的整个的 这个制作过程中 到最后呈现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蛮快乐 蛮开心的 嗯 希望这首歌也可以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我这首歌倒没什么 很多半酷的地方 可能如果你听到 也会发现 嗯 可能有什么太多半酷的地方 它就是给大家带来最 它包括用的那些原始的那些 嗯 邦迪一样的声音啊 包括像有可能 有可能是口哨一样的声音啊 嗯 包括像那些percussion啊 他们的所有的打击乐啊 之类的 所有的 呃 这些乐器的使用 都是让你回到 人的最初始 呃 初心啊 就是让在最原始的 这个样一个呃 地方 让大家放开 所有的东西 重回自我 回到自己 那么大的世界 完了以后 把自己最真实的东西 表达出来 然后去体会那个最 简单的快乐啊 所以这首主打的关键词 就是真实 自由快乐 对 嗯 好 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一首 其实还 满洗脑 而且可以带给大家 很多欢乐的歌 那妈妈呢 梦不落于林 请洗手 那今天呢 其实我们聊到的是 梦想这个话题 我刚刚接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就觉得啊 好像挺好聊的 也不太好聊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宏大的一个话题 一个范畴 人可以有很多梦想 嗯 你在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到现在 呃 也有十年的时间了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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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多久 刚进入这个行业到现在应该有二十 二十一年的时间了 哦 六岁开始进入这个 对 要从那个 欢欢那个角色开始 同心的路 那个时候 那个也不是什么同心吧 就是可能就是 别人觉得可能 细皮嫩肉的 就是觉得它也还挺可爱的 找我演了一些 不是很重要的一些 也没有什么很多分量的 没有什么很多 需要展现演戏的 实力的这种角色 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不能算 我觉得要从你开始有自我的意识 说我要做这件事情开始算 那我还是有自我意识的 你是自己主动想要去 争取这个角色吗 那如果这么说的话 那还真不得这么算 但如果按照我来说 就是接触到娱乐圈 就是去表演啊 就是真正去参与娱乐行业嘛 可能就是六岁 那你真正自己想要开始下定决心说 我要进入到这个行业 我要做这件事情 我要做好 你最初的那个梦想的设定是什么 是一张游戏点卡 哦 对就是 说来又好笑 那个时候玩一个游戏 有一个游戏吧 那个时候为了一张游戏的点卡 就把自己 卖给了这个世界 卖自打引号 是 我因为想要买一张点卡 然后 没有钱嘛 就跟老爸父亲勤款 结果 勤款不成 反倒得到了一个mission 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 如果你去参加那个明星学院那个选秀 你进了 嗯 一百强还是六十强 不仅是点卡 十张 而且是 哦 大手笔 所以梦想最初其实是源于家里人的期待 你把这个提升的好高啊 好高的太高了 我也没接住 其实是源于对游戏的欲望 也不是这么说 就是其实是对于就是 就是怎么样 就是 没想到 就真的一切都是好像没想到就是 冥冥之中就有这样注定的一些这样的缘分 那我就老爸就说 你要是能进六十 也可能老爸根本就没有想给我 他只是觉得我进不来 他已经设置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设置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说十张给你买 我听十张赶快报名 那个时候报名费就五十张 下了血本 哎 笑死了 然后就参见了那个叫明轩的选秀 嗯 然后呢 选秀完了 突然就进了 然后慢慢的就越来越想往后走往后走 然后见到第三名 是发现 逐渐发现了乐趣所在吗 也不是就是越走 往后面走 就希望能走到最后吧 都是一种期待 是 今天也是不小心知道了一个秘密 关于一星最开始的一个梦想 来来 让我们来听这首歌 范范范韦琪最初的梦想 在所有的梦想当中 如果有一个是现在 立刻就可以实现的 你会选择什么 我希望登上格拉米的舞台 你说现在立刻 灯光打在你身上吗 那所有的格拉米的奖项当中 你最想得到的是哪一个 最佳音乐人 或者是最佳制作人 或者是最佳歌手 都其实都挺好的 你会偏向是演唱的方面 还是制作的方面 因为其实这张专辑里 你也参与了制作的部分 其实我从第一张专辑 就一直在做自己的制作人 然后再说 没什么人知道 好像这张专辑 大家制作人 他们知道的比较多一点 其实每张专辑 我都是自己做自己的音乐 都行 我觉得都行 都是我音乐上的 只要能上格拉米都可以 也没有那么简单 其实因为都是对我音乐上的 一种认可 不管是当歌手也好 当制作人也好 都是对我音乐上的认可 所以我觉得都行 所以下一步其实要去美国 包括一些计划当中 也是带有一些期待吗 非常大的期待 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但是希望可以 可以用音乐作品说话吧 用作品说话吧 所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格拉美的奖项也好 或者是能登上这个舞台也好 对你来说是一个终极的目标吗 音乐方面 我觉得还没有比格拉美更高的奖项能够获得了 对 那如果你觉得要设定一个工作也好 生活上也好 你最想达到的理想的梦想的状态是什么 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 只有想过音乐 只想过自己的梦想 没有想过生活 为什么 生活被忽略掉了吗 牺牲掉了吗 没想 也不知道 你工作 你工作多了 时事多了 你哪里去想生活 每天这么忙的采访 你看今天只是一天 只是采访日 就已经排到这个时候了 我想你讲那个 那妈妈的故事应该已经讲了几十次了吧 没有 每次在社会有一些不一样 每次都不一样 因为不一样的 你们都是不一样的嘛 没不一样的记者 当然要给不一样的答案 才会比较新鲜 播出来的 就绞尽脑汁 绞尽脑汁 想50种解释的方法 50种太多了 它大概有个五六种 也会有一些东西 但是 欢迎回来音乐VIP 我是客座DJ张一鑫 欢迎 欢迎 我是塞纳 很多人其实认识到你是在极限挑战这个节目当中 那在这个节目里面 你给人的印象是非常善良 非常好撇 带引号的好撇 然后非常的真性情的一个人 所以你生活当中是这样一个软绵绵的人吗 你可能是看的是2015年 后面就变成小狐狸了是吗 也不是 其实差不多就是我 这个每个人多面嘛 羊看上去确实是挺温适的 但是你们没有接触过羊 你们肯定没抱过羊 羊是很难训的 是 是很固执很有个性 只是大家不知道 我还蛮喜欢像羊的 因为羊并不是外表看着那么软软诺诺的 那在另外一个节目当中 你就变得非常的严厉 非常的专业 你觉得这两种形象 哪个更接近真实的你 还是都是真实的你 对啊都是 你说这专业变得专业 好像我一直很专业 对 这个 这个音乐这一块 确实是一直都很专业 严格也是 对自己的作品一直很严格 我印象很深 就是你一直提到 那个balance那件事情 我就会觉得说 就可以看到 因为你在给别人讲这件事情之前 一定是你可以做到 所以你一定是对着镜子练了成百上千次 你可以达到你觉得最完美的那个状态 形成一个肌肉的记忆的那个点的时候 你才会去讲这件事 反正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大家也可以不这么做 也可以不这么做 对对对 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因为在拍那个时候的过程中 其实我实际是蛮质疑的 就是因为我发现一直在有这个 我后面的练习生啊 给出各种各样的欢呼 哇 哇 这么厉害 就有一点 就说好像 我也不知道大家是觉得 他们是很厉害 老说鼓掌啊什么的各种 这欢呼是给你的吗 当然是给前面跳的 但是并没有一个 就让我觉得说 哇 不得了 让我觉得说你们应该鼓掌 这确实这种程度应该鼓掌 确实没有 所以比较可惜吧 还是你的要求会在更上面一些 没有达到你的期待 我没有说 我真的没有高要求 我就是觉得说 至少基本线得过吧 对吧 嗯 就没有人过基本线 好 那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 有梦不难 哎 是不是不太想聊这个 严厉的形象 没有 没有吗 因为 其实 就是 就不知道 反正因为节目组 其实跟我说的 其实他们很怕我都打第一分 因为最后的分都是我打 对 你是那个张PD嘛 嗯 所以最后的分都是我打 他们怕我都打第一分 嗯 他们其实有跟我交流我 其实对我来说的话 其实我并没有说 他们一定要达到 我的这个什么 跳舞的水平 或者怎么样 嗯 就基本的得过吧 那现在偶像类的节目 有这么多 你觉得你有看到 让你觉得能达到 纪格分的一个吗 嗯 那还是有跳的好的 有跳的好的 所以你在 参加这类节目的时候 你觉得 普遍大家没有能够达到 你合格的那个标准 你在未来会想要 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一下 比如打造一支 属于自己的偶像团体 像小猪哥那样 选拔一些 自己觉得OK的人 嗯 然后 我觉得 对 可能 我可能会 选择的不一样 当我 有一天 要做自己的团队的时候 可能我不会再当艺人 嗯 不会退下来 很难想象 你去当一个 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样子 啊 这没什么很难想象 就每个人生活 我把头发一剔 把妆一卸 你肯定 大家都觉得 哦 你看这是老板形象 为什么你觉得 艺人跟老板形象 两个不能同时去做呢 这个 见仁见智啊 我觉得是不能同时 去做 当然了 也有人说他自己可以 那就加油 啊 一心你相信 梦想会成真吗 梦想会成真 这个东西 美梦会成真吗 你相信这句话吗 这个东西 难说 梦想 它以梦开头 但是所有的一些 都是在现实里面去完成的 这个东西 其实还蛮残酷的 这个东西 而且 一个是行动 嗯 一个是概念 思想 去想 不做 就只想不做 还是只 只做不想 我觉得这是 这个问题的本质 梦想 会不会成真 真的要看运气 我觉得我是个运气 很好的人 你觉得努力跟运气 各占多少 运气加99%吧 所以其实你最初的梦想 已经实现了 现在可以买100张点卡 这个梗 这个梗绕不过去了 你觉得你现在状态是 你实现梦想的状态吗 是在往那个方向走的吗 你说在游戏买点卡 当然是在音乐上 你说在游戏买点卡 这上面 我觉得确实是 已经实现了 可以买10张点卡了 对 音乐上面其实还没有 刚刚也说了一些 自己的梦想跟理想 看能不能在 最高音乐的音乐台上 能够大放异彩 你的微博的名字是 努力努力再努力 如果你信奉说 运气占99% 努力只占可能1% 可能还有其他的 什么天分之类的 那为什么要 这么努力 这么努力呢 因为只有我 我努力了才能占到那1% 因为虽然有99%的距离 我知道成功是很困难的 但连我那1%都没有的话 那更加不可能成功 它虽然占很小的比率 但很重要 对啊 还是最终决定 能不能实现梦想的 对啊 其实还有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叫做团队 因为我看到我的团队在帮我做事的事情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 其实很多事情是我一个人做不了 所以这个 这个我觉得也蛮重要 就是周围的那些人 就好像 我要去登山 我需要有路线图 反正蛮重要的 嗯 那谈到梦想 你会想到 哪一首歌 其实你可以来推荐一下 如果说我说到的梦想的话 我觉得蜗牛这有个蛮 蛮适合我的 嗯 蜗牛 该不该脱下重重的壳 寻找到哪里有蓝天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 在最高点乘着夜翩往前飞 像 我以为你要唱起来 结果是垫了一下 对对 歌词 其实还是在讲努力的 这个过程 慢慢的嘛 一步步来嘛 嗯 好 我之前看到了一个视频 也是你的那个师傅黄磊 他说一句话 嗯 他在另外一个节目上说的 他说他觉得一星是一个 特别特别特别努力的人 但是他也跟你说过 走太快 有的时候会 遗失掉生命当中 一些重要的东西 他 你怎么看待他这段话 嗯 同意啊 因为 这老天是公平的 就是当你 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肯定会让你失去 这些东西 所以我相信 有因果报应 嗯 嗯 就是我自己做 我对这个世界做的怎么样 我对他人做的怎么样 这都是会有因果的 就是 嗯 最后我会无愧于自己的内心 我会活得很好 嗯 而且会越来越好 嗯 当然如果就是做了一些 亏心事情的人 他肯定会活得不那么自在 他会活在 惶恐之中的 你懂我什么意思吗 嗯 所以就是我 我不做 我从来不做亏心事 啊 因为我知道一亏心了 就是 你拿到亏了 你就觉得 哇 哇 觉得哇 不好 坐立不安 是 所以现在想起来 会有一些 有遗憾的部分 到现在我就没有 你没有说让自己觉得好感 我觉得那些全都是我的经验 我的人生 最后一首歌 这首歌是我选的 我选的是 What You Need 哦 你喜欢我 你 参与整个的设计 然后那个概念的海豹 也是你来设计的 紫色 你最爱的一个颜色 嗯 但不是我一个人设计啊 那个是 大家跟那个 designer姐姐一起 但是你有一些 想法在 对对对 整张专辑 其实很多的部分 就是这三张专辑 没有一个可以脱离我出来的 就全部都必须要有 我才能处得 不是啊 这真的 这不是 不是开玩笑 当然要有你啊 你的专辑 不不 就是我 好趣我是哥特这一块 是 我只是做了 歌手分内的事情 刚刚我有句话叫 该配合你演出的 我做了我分内的事情 嗯 制作这一块 没有我做不到了 真的做不到了 然后 Watch me这首歌呢 哎 你知道所有的歌曲的先行曲 都是串联出 出一句话吗 你不知道吧 第一次出的先行曲 叫Watch me 嗯 第二次出的先行曲 叫I need you 哦 第三次就 今年出的先行曲 叫做Give me a chance 哦 第四次出来的歌曲 叫做 我告诉你 不能先切题 我刚刚刚刚准备说了 就是其实每 我刚刚好像又差点知道一个秘密 对 就是其实每 连起来它是一句话 就是 Watch me 我告诉你 因为我不认识你嘛 我是对市场发问的 问市场 我去你 你们需要什么 然后他们会告诉我反馈 那就是通过我这张专辑出来 他们会给我反馈 那我告诉大家 我需要的是你 I need you 你需要你干什么 给我一次机会 让更多人听到我的音乐 这首歌是由我跟Divino Channel的编曲老师 一起制作的 Watch me 这首歌非常funky 然后节奏很欢快 哇 市隔这么久都已经有点忘记了 在整体PAD的衬托下 也有一些合成器的运用 让整首歌的色彩更加丰富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样的M-POP 嗯 那也在今天让我们再次回味一下这首 Watch me 非常感谢一心今天来到音乐之声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谢谢各位 拜拜